1982年春季的一天 河南省登峰县王河村的村民 在松山峻吉峰北侧的石凤之中 发现了一枚刻有文字的金属片 当时他只是把它当作普通的铜片 谁曾想方寸之间竟然隐藏着千年之前的帝王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正是传奇的一代女皇武则天 后经专家鉴定金属片原来是一枚金简 由纯度90%的黄金制作而成 金简上双钩赞克名文三行 大一是大洲国主武赵信封道教 渴望长生不老与化成仙 命使臣胡超到中越松山山门 投地金简带他祭拜 祈求道教中的三官九府为自己去病赐福 武赵正是武则天 因此这件文物后来被命名为武则天金简 简是上乘于天 是天子与天地的私化家语 通过金简 也为专家研究一代女皇的生平 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由于武则天的墓穴 至今仍未打开 这也是现存唯一属于武则天的文物 当时曲奇怀拒绝了文物贩子的天价收购 主动把宝贝上交国家 才是河南国务院拥有了这件 民族珍贵的证券之宝 他说文物就属于国家的 交给国家不亏 咱国家东西必须交给国家 不能流入海外 是他书写了金简的金简传奇 和金简一样 每一件回归的国宝背后 都是国人的无私奉献和权权之心 聆听国宝讲述回家故事 见证文明闪耀历史长河 全球征绩令已经发布 先跟我们一起 接国宝回家吗 国宝搬家祭 一个师臣抚养万年